社区长辈充满活力的舞蹈表演 让台下观众看得惊呼连连 而精彩的舞蹈不仅将活动气氛带到最高潮 同时全桃源市各社区的长辈也展示自己的作品 并将所作经验互相交流 届时也让许多社区长辈受益良多 长者都非常高兴 因为他认为说来这边很快乐 又可以做运动 又可以学习很多药物啊 什么生活知识啊 然后尤其是有这个展示 可以来这边参加给大家一个共荣 长者做一些的一个DIY的一些产品 当然就是说今天来到这边 相当多的祭典来这边 看我们这边有那个水盘的一个DIY 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DIY的一些产品 让我们当然我们来这边做一个参考的经验分享 火力桃源市在共荣 热闹的启用仪式为109年桃源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 结开序幕桃源市政府为了丰富长辈的生活 因此近年来积极推动关怀据点 而这次透过举办成果展 并规划四大展区 期望要展现据点的活力与热情 我们桃源市在郑文燦市长大力推动 社会福利的情况之下 建立了361个社区的关怀据点 还有西级的巷弄长照站 那其中九成都已经升格为西级的巷弄长照站 那么今天呢 就是这些关怀据点跟长照站的成果展 那总共分为四大展区 一个展区是五栋PK 还有生命故事的展现 还有这个DIY的挑战等等 那成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硕 那我们市政府还会持续的支持 社区关怀站的发展 桃源市政府这次举办的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 除了有动、静态等不同的展演 同时社会局也藉由拍摄爱在相聚中为电影 不仅要让民众认识关怀据点 也借此欢迎更多社区长辈一起参加据点活动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